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她是我的朋友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战争时期,有一天 几发炮弹落在一所孤儿院里 两名儿童当场被炸死 还有几名儿童受了伤 其中有个小姑娘 附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接到消息 带着救护用品迅速赶到了 经过查看 他们确认这个小姑娘伤得最重 如果不立刻抢救 就会因为休克和流血过多而死去 书血迫在眉睫 医生和护士都不具有她的血型 有几名未受伤的孤儿 却可以给她书血 一位女医生告诉这几个孤儿 如果他们不能补足 这个小姑娘失去的血 她一定会死去 问是否有人愿意献血 一阵沉默之后 一只小手颤抖地举起来 忽然又放下去 然后又举起来 哦 谢谢你 医生说 你叫什么名字 阮亨 叫阮亨的小男孩很快地躺在草垫上 他的胳膊用酒精擦拭后 一根针扎进他的血管 抽血过程中 阮亨一动不动 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啜泣了一下 全身颤抖 并迅速用另一只手捂住脸 疼吗阮亨 医生问道 阮亨摇摇头 但过了一会儿 他又开始乌液 并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的痛苦 医生又问 是不是真刺疼了他 他又摇了摇头 接着 他那不时的啜泣 变成持续不断地低声哭泣 他眼睛紧闭着 用牙咬着自己的小拳头 想竭力制止抽气 医生问他为什么这样哭 然后用轻柔的声音安慰他 男孩立刻停止了哭泣 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事后 医生对周围的人说 他是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他想 准会让他把所有的血都给那个小姑娘 好让他活下来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 有人问 医生转过身 向那个小男孩提出同样的问题 小男孩回答说 他是我的朋友